您如果要避免會漏字的話 其實用第二種方式應該是不錯的選擇方法 其實像我這兩週在上那個小朋友的 我就是教他們用這種方式 就不要在線上打 不然他們會覺得比較大的挫折感 希望我怕自己沒問題 那您進到這邊不管你開多大都沒關係 在這裡 好比如說我想要用這樣的文字 我們點進來 那麼這個 如果你有上過我們之前的 這個您就可以自己先用 好 那麼打完了 那你要什麼字型啊 這都沒關係 這個上面你就可以選擇自己特殊的 因為其實 在線上的那個版本的話 他另外一個缺點就是中文字的部分 只能用黑 只能用黑 所以可能如果你覺得 這樣好像不是很夠 那就是稍微 來這邊修改一下 那這裡有一個陰影 如果你想要把陰影打開 這樣OK了對不對 好了 最重要的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現在不是有一個白色的底嗎 沒有麻煩你們看右手邊這邊 這個底層現在是白色的 請你把眼睛關掉 有沒有這樣就變透明了 我們要的是這個 因為如果你拿這個 拿到這個裡面來 這樣就變狗皮藥膏了 這樣就沒好看 所以 這個 我先還原一下 我先把它回覆成原來的 好 那 這邊呢 我就把它存出去 我們存檔 直接存檔 但是最重要 你記不記得 我們如果 第一節課 PNG是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帶透明 透明的格式 好這樣子 而且要怎麼樣 它預設會進到 32位 如果你剛剛這裡有關掉的話 它會32位 那我現在呢就把它先存檔起來 好 OK 好那我存好了之後 我回到這邊 現在是不是回到最原始的 好最原始 那我現在就從 因為它是圖片嘛 是不是從這邊來 從這裡 選擇 那你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直接從Google找 這是找圖片的時候 那我現在從我的電腦 所以我從這邊 找到我的電腦裡面的 Pitle 這樣 是不是就好了 對不對 你的陰影也是很OK的 你看 跌到上面 順便問一下 這樣一跌有沒有放到那個字的後面去了 請問 我們在Word也好 在Power有沒有那個 圖層的什麼 上一層 下一層 最上層最下層 等一下用就往 按右鍵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這樣 待到最前面 還沒有上來 我看一下 帶到最前面 這個字還沒上來 那把它帶到下面去好了 看一下 有 有沒有 這樣了解了 害我嚇一跳 那 如果您是 一般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是找 一般的圖片 其實 你可以直接用這裡就好 我做一次給你看好不好 我們平常你一定是到搜尋群找完的圖片是在插入進來 可是也可以不用這麼麻煩 比如說我們想要找 OK 搜尋 馬上找到我們的Logo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他是這樣用 滾輪 跟一般我們泡的體驗比較不一樣對不對 你就看看哪一張你喜歡 如果確定是這一張你就告訴他音色 他就進來了 這樣 了解 很不一樣的方式 所以 其實他的 這種 也很特別 那不要 再做裁切就好 比如說 像我這裡也可以做裁切 直接做裁切 OK 如果沒問題點到外面 就已經裁切完成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很不一樣的一個 查圖圖片方法 當然這個不見得常用但是 你至少一定要會自己製作這個標題 好那 如果說你的內容是屬於比較多一點點的 那麼我們會建議各位 我們剛用的這個Photocab用的是第一個功能對不對 那這是大家的樣式都一樣 如果您可能會有一些就是大字小字 你想要就打在一起 比較快嘛 您可以用第2種 第2種呢就比較像是我們在Word裡面那個叫文字物件 我把它拉下來 這個我先打開 這樣您看是不是就比較清楚了 點兩下 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文字編輯器 那每個文字的大小顏色啦 段落排版就可以像這樣先排好 那再拿進去裡面用 最重要的就是您記得 這個地方要麻煩 關掉然後存檔的時候記得要選擇什麼 PNG 這個 這個格式比較重要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您囉 對了 再補充一下 我們上次那個 還有一個如果您解壓說之後 記不記得我們去過一個網站 叫做什麼 線上去背 Magic Clip 這個 如果你曾經來過的話 線上去背這個我們講過 不能太認真喔 我現在教那個小朋友他們都太認真 都會去的不好 不認真的才可以喔 好不好 如果你不曾用過的 等一下這個網址你先記一下 clippingmagic.com clippingmagic.com 那這個呢 您如果下載那個 第一節課相關網址 裡面也有一個文字檔 我把網址留在那邊 等一下我會再做一次 因為可能有幾位不知道 那我會再做一次 您可以再 參考看看 我先把後面還給您 好那我們就先到這個 網站上喔先找 其實 像這種的最好 其實反差比較大比較好做 真的 假設你要這一張 那 記得一件事情如果 這個 假設 像我這個還好還蠻大張的對不對 我有切到各位畫面上嗎 有齁 如果您覺得不夠大張 您可以 再去找不同 或者 記不記得我們講過這種 有點害怕以後不能隨便亂問 你如果要找相似的圖 也可以這樣丟過來 那他就會找到跟這張狗 接近的 有沒有跟他這張狗相關的 那你可以再找其他大小 也可以 我真的有講過啦 忘記了啦 沒關係 好 那點進來之後 您可以 這裡他會有一個原始檔 有一個原始檔 不讓我看 好吧 那我就 丟到這邊 再找其他張的 事實上其實找其他的也可以 你看有沒有都是其他的 對不對 找小張一點的 看能不能看 這個可能可以 有 這裡有原始檔 找這種 我就直接把它存下來了 我把它先存下來 OK 那麼 存好之後 你就可以到這裡 好這個先關掉 你可以用脫衣的也可以直接從這邊選 那我現在呢就到這邊 我來選一下 這個 建議各位不要用那個數位相機原始檔 因為這樣是比較大 你說幾百萬像素上去的話 他就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你放在簡報那邊那個不需要太大 好不需要太大 好記得 不要太認真 要的 慶菜入圍就好了 這裡 不要的 在他邊緣 不用靠很近 邊緣 這裡 邊緣就好了 好了做完了 真的很不認真吧 對不對 太認真真的做不出來 真的 我看那個 上兩個禮拜那個小朋友很認真的在旁邊塗 塗了一大糊塗 結果做出來效果非常差 那做好之後按下載 重點 還是那個 因為他做完之後就是什麼 PMG 好就是PMG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選對格式很重要 好 這個就存下來了 那 這樣解決之後我們拿到這邊來 你看一樣 插入圖片 事實上就跟我們剛剛做法都相同 從這邊這個是做好的 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對不對 他 並不是要 讓你不要買Photoshop 或者是 那個這種影像處理軟體 而是說 這樣的服務雲端 本身就已經可以做了 好他雖然不是做的時候非常的精美 但是對一般性的處理來講 應該會比較 OK一點 你不需要認了你就可以做得到 那你可以順便看一下如果你有需要做放大縮小應該沒問題旋轉 有沒有 在旁邊 會有一個小點跑出來你就可以自己去旋轉一下 或者你要變大變小也可以用這樣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把他的順序再做一些調整就好了 好 這樣你的簡報是不是就可以 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那當然打字的部分 你只要 點到任何空白的地方都是打字 都是打字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參考看看的 打字除了用內建的方法以外 也可以 變成圖片 那你這樣又跟我們之前的 Photocab要整合起來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Photocab要講在前面了 他 是